犯下包裹炸彈案的代性嫌犯 已被警方逮捕 他的妻子结束征讯后 低调返回戏指老家 门口摆了双女用拖鞋 但似乎是不愿再被外界打扰 因为他最深爱的丈夫 一夕之间成了包裹炸弹客 也留给他无限问号 警方调查发现 他犯案疑似就是要为爱出头 他和同样涉入炸弹案的中姓女子 疑似是男女朋友 而被炸伤的设计公司冯姓老板 则是女方的前男友 之间还有债务纠纷 加上警方在代性嫌犯家中 搜除一百万现金 是被收买杀人 还是纯粹为爱人复仇 还需理清 他很喜欢找人家聊天 对对对 然后偶尔也会帮助别人 戴性嫌犯热爱运动 为人慷慨 妻子平时台湾美国两地跑 儿子则在美国当大学教授 他一个人在高雄工作 或许也是因为聚少离多 才让他一步一步走向错误道路 决定抛弃弃子犯下重案 做案用的包裹炸弹 疑似是戴性嫌犯自制的 对比过去几桩爆炸案 百米炸弹客阳如门 靠服役时所学的技术制作炸弹 而律师炸弹客胡宗贤 则有物理知识背景 而戴性嫌犯疑似精通水电和化工 假设上网自学 才让他成功制作爆裂物 爱妻暖男成了包裹炸弹客 戴性嫌犯也留给妻子诸多疑问 记者新北市综合报导